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故事都很难解释 而我自己也有一个令我一生难忘的故事 故事开始之前 我和一群好朋友十二生肖 刚刚去完旅行回来 玩得挺开心的 就在回天庭的途中 经过和平砖 故事就在和平砖开始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骯髒的东西 骯髒的东西 这条村子一个人都没有 很不沉长 小心 照我推理来看这树一定是发生了事 猫猫独你没事吗 猫猫猫 你們為什麼這麼害怕? 冷靜點,猴子究竟發生什麼事? 怎麼走回頭? 其他人呢? 其他人?他們… 他們怎麼樣? 他們…他們變了喪屍了 他們變了喪屍? 猴子,你冷靜點,說清楚究竟發生什麼事? 是這樣的,我們分開走了之後 一會兒和平專門集合吧 走吧… 我們先走了 沒多久,我們就經過一間茶檔 那時候,阿雞就說了一句 嘩,有東西吃 吃你就厲害了 我們打算玩碟等你們了 就在茶檔坐下喝杯茶,吃個包休息一下 客官想喝些什麼? 我爹爹你一杯,吃了媽的包 我爹爹你一杯,吃了媽的包 我們這裡沒有這樣的東西 這些東西還要你媽媽當人 媽,我們去廁所 去吧 我媽媽這麼大一個人 去廁所是跟我說的 當我回去的時候,攻不到 咦,為什麼這樣? 阿豬,阿狗,你們去哪裡? 那些人去哪裡了? 發生什麼事呢? 為何不見了? 你…你…你…你幹嘛這樣? 你搞什麼?不要玩啊 不要玩啊 不要玩啊,我生氣的 你幹什麼? 阿豬,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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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咬我? 阿豬,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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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神經病啊,走啊 阿豬,你又想騙我們? 什麼騙你們啊?是真的 不可能的 照我推你來看,簡直就是荒謬 有沒有搞錯啊?你們不相信我 阿豬,先別留意著,慢慢說嘛 喂…你去哪裡? 殺到你了 看他們的樣子好像有點不妥 誰知道不妥,簡直是不行啊 他…他真可憐,他的樣子這麼難看 你不要可憐他們啊 我看一會兒,你也會變成這樣 不是吧? 我們走在一起,會安全一點 我們被包圍了 喂,我是警察,全部不准動 你以為警察大了嗎? 虎哥,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全部都是自己人 打又不是,不打又不是 打不打都一樣,喪姐打不死的 虎哥,為什麼我們經常都這麼多張多難? 那要問問導演 不要亂吞了 大家要小心 如果被喪屍咬到,或者抓到的話 我們都會變成喪屍 阿龍,你不要經常這樣 沒辦法了 就算打不贏,也要搏搏搏 看來我們今天結束難逃了 你們這些小業,不平數 多了一年多,終於有機會再出場了 我先收拆開你 難道他們先聯繫這個盧山法 不要起來 快要起來 鐵軍者法四幫天地渴急以律令 開著陣 龍山王 你們還快點走 等著吃宵夜 走吧走吧 快點跟我來 你在哪裡 別問那麼多 有老你就走離開那裡再說 快點走 快點跟著你 黃山法師呢 不知道走在哪裡 快點走 快點走 快點追回來了 別來 是呀 又有師父 再救我們 別過來 啊 啊 蛤 啊 啊 好啦,阿朱啊,狗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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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清醒啊 不要再睡了 喪屍殺毒來的 這裡是什麼地方 喂 老鼠躺點來幫忙 你說我不行啊 你為什麼這麼吵 你不要亂動啊 你中了屍頭 你動得越重要 你屍頭打得越快 為什麼會這樣 龍山法師 龍山法師 找不是整間客棟都找不到糯米 沒有糯米就麻煩了 沒有糯米就解不了糯米的屍頭 再過兩個時辰就沒得救了 糟了沒有 撞進來了 蝦爺 我來幫你 不行啊 我們都要時間吧 我來啊 鎮魚蜂 啊 金木水火兜 鐵銅槿愛沖 進來 說一下 銅錢結界 銅錢結界已經補好了 我們終於沒事了 不要這麼囂張 這個銅錢結界受不了多久 要消滅外面的喪屍 只有使出五行爆破彈 五行爆破彈 那怎麼使出五行爆破彈 必須要五個人才能暴震 那正好,我是剛好五個人 我不可以,我要替你們護法 是,計算一下,那就五個人吧 馬洛,你怎麼樣 他腫了屍毒,根本沒辦法作法 讓我看看 你們先扶他出去 他好像很辛苦 好啊 你想想辦法發思 這道符只能扔兩次神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糯米 誰要找糯米啊 美少女?很久不見了 不如找他幫忙就行了 好啊 不行,必須要五個屬性的人才能成功 真的嗎? 沒錯,虎為金,鼠為木 兔為水,後為火,陽為土 浪費了,沒得救了 姑娘,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啊? 金木水火土,挪米找不到 法師無料到,喪屍有好處 美少女,你不幫我們就算了 不要亂說話 我沒有亂說話 在這方園十里之內 都不會有挪米出現 這樣就糟了 不過,十里之外就應該有 美少女,在這時候,不要搞個陣 是呀,現在救人要緊 我們不熟悉這一帶,你幫我忙 去和平村 好,那就讓我去吧 哈哈,外面有這麼多喪屍 你怎麼去呀,死定了 喪屍而已,不用怕 我有這個 嘩,只能成're Recogn,這把成了 levar 你看 保維 Document 看你們還敢打你嗎? 看你們還敢打你嗎? 蛤? 竹筍?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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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装了一杯茶 你们下来喝吧 你们看着他 我颈渴 我下去喝茶 大师 在这个危急关头 龙虾法师做了心情喝茶 真是信他不过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求人不求自己 我们自己找工具吧 小兔 跟我来 那我留下看着猴子吧 小心点 叔叔 你小心点 猴子的诗读还没解 行了 你放心 那阵散了 幸好赶了一次 如果被丧尸进来就麻烦了 这些茶好香 你的铜钱阵真是差 我也不明白 铜钱阵为什么会散掉 会不会是那些爽识搞鬼呢 没可能 他们哪有能力破到我的阵 那些动作又慢 又没脑 那你还用什么害怕 那也不可以这么说 那些爽识虽然笨一点 但是他们也有可怕的一面 表面上看来是笨笨笨笨 其实都挺狡猾的 他们最喜欢趁着黑暗 在人家的背后偷襲 你个看众的猎物 真是死了都不知道为了什么事 就算偷襲失败了 他们都可以死心不息 确实要将猎物得到手才肯大忧 无论遇到多少的错怀 他们的怨念都不会消失 听你这么说 那些爽识是不是很可怕 不单止这样 当爽识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之下 他们的潜能就会被激发 伸手就会变得更灵活 而攻击方式就会变得更有计谋 计谋?他们会有什么计谋? 首先 他们的步伐会突然间变得有以幸运流水 所以飘忽不敌 无声无声地接近猎物 接着 他们就会一爪 爪动猎物 令猎物受到极大的伤害 丧失战斗能力 他们不会再给猎物任何反抗的机会 再一爪 令猎物求生不得求死不难 然后就是致命的攻击 就算到了这个时候 猎物往往都不知道是给什么攻击 猎物的命运已经没办法再扭转了 在他面前只有死路一条 喂 回不回来吃饭 来吧 这么大的爪子 不行了 先躲起来 躲起来 猎物 可能 你看 や rare 我 真可惡 聽你剛才這樣說 外面有這麼多喪屍 我們豈不是很危險 還不用說 不過萬大事有我在 真是 當然 說得喪屍我最清楚 其實喪屍… 其實喪屍即使在狩獵的時候 被獵物發現也好 他們依然可以靜靜地 引伸於獵物的盲點 繼續他們的獵殺行動 這些就是他們的游擊戰術 游擊戰術? 我沒聽過 那你就要聽著 首先他們會躲在黑暗裡 等待獵物的經過 然後就會利用環境做掩飾 偷偷地跟著獵物 而獵物自己是猛言不知的 喪屍會像野生動物一樣 將自己的氣息完全湧入環境裡 在這邊得到和大地統一的感覺 在喪屍的眼中 什麼都會是武器 找到最佳的攻擊點 就會展開無情的攻擊 有事上面 有事上面 有事右邊 有事後面 有事下面 有事前面 下面 上下左右四面八方一起來 上下左右四面八方一起來 什麼聲音 身處在這種極度恐怖之下 就算是萬獸之王 也會選擇自我領斷 你又回來吃飯嗎 早點給我便沒事了 早一點